OK,大家好,我是甜心老师 那么今天呢,志华姐姐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在office里边画正态分布的曲线 那么正态分布曲线呢 实际上是在我们做管理学的各种PPT和经济学的各种PPT里边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曲线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网上找这样的曲线 比如说这幅图 但是一个这个图非常非常的不清楚 而且呢,这个图上面的水印其实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干扰 而且其实这张正态分布图呢 也没有任何的一些版权的意义 因为它是一个管理学的一个标准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去重新绘制一下这张图 那么这张图的难点呢 就在于这个正态分布曲线到底如何画 画这个曲线的办法呢有两种 第一种办法呢是我们用Office那个Excel里边的正态分布函数 在Excel里边用Excel的图表工具来画一个这个正态分布曲线 但是那个东西有一个缺点就是Excel的正态分布呢 它的这个图表并不是为了我们类似这样的图 这样复杂的标线的这样的图去准备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图形的转换 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不用那种办法了 我们用什么办法呢 我们直接用Office的这个曲线的这个图形工具来把它画出来 那么如何画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在插入里边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形状 在形状里边线条这里有一个曲线工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曲线工具啊 这个曲线工具呢 大家看我的这个光标的图标的这个点 我先点一下这个点以后 这个图标就会变得这个鼠标的这个光标就会变得非常大的一个十字 说明我现在已经在绘制这个曲线了 那么我现在移动这个鼠标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拉出来的是一条直线 曲线图形的绘制呢 它是以这个曲线的发生弯曲的点为基础进行的 对线条进行的扭曲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虽然拉出来的是直线 但是一旦我给它打一下点 也就是说我现在设定了这条曲线的开始和它的一个扭曲的一个点 那么这时候我再去接着延伸我这个曲线 你就可以发现我的这个曲线以它的起始点和它的 刚才我设定的它那个扭曲的那个点 开始的一个变化就像我现在在以那个两个点固定点为基础在牛铁丝一样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在设定第三个点 然后我继续来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很标准的一个正态曲线了 那么我们的曲线画完以后我们点一下enc 这个曲线图形就正式的生成了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设定图形的格式 比如说为了看清楚我们把它的粗细称成3 然后我们给它设定一个轮廓的颜色 我们直接用红色比较好的去标识它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为了这个画正态 因为正态它一定是一个对称图形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一份 然后对这个底下这个复制的图形直接走旋转 水平翻转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一个正态分布的图形就画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我们直接对它进行一下组合 那么它的这个图形就组合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画正态分布的最关键的部分 那有可能你说 我这个图形我先先它太尖了 比原来那图形 我希望得到一个跟原来基本上差不多的 至少在肉眼上看起来有点一模一样的图形 我还是觉得原来图形漂亮 那怎么办呢 首先刚才我们呢 可以设定一下默认格式 这是为了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 这个教大家的时候 这个方法看着好看 那么我们给它设定为默认形状 那么默认形状的格式 这样我们在这张图上面画曲线的时候 我们上来就是红色的线 那么在这个曲线上面呢 我希望画成跟它几乎相同的这样的样式 那我怎么办呢 我还是做曲线 我选 我还是插入一条曲线 也就是形状 然后我点这个曲线 因为刚才我使用过的曲线 它变成了一个最近使用过的形状 然后我首先按照它的起始点 我直接在这个上面描画 那么点一下 然后鼠标变成了一个粗一点的十字 接着我拉出来的线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变成了红线 然后这时候我第二个点标在哪 第二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是一个曲线 那么下边它几乎是一个直线 然后又变成了一个曲线 那么我们呢就找它的这个曲线 上边半部分 上面部分有曲线变成直线的这个点 那么我们觉得呢 从这里看它大概是一条直线 OK 那我们就直接这么做 点一下这个点 然后开始拉 拉这条线 大家可以看到上边这条线 和我们底下这条 我们画的红线和它原本的黑线 在上边曲线的部分几乎是相同的 所以说明这个时候我们找的这个点 找的很准 但是底下的部分 尤其是底下弯曲的部分 我们发现它弯的有点偏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 我们因为反正我们还要定位第三个点吧 那么我们直接把第三个点定位在这里 因为这个图形我们看起来它正好是这个圆的中心 然后我们接着去拉这条线 拉到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 其实跟这个原有的这个黑色的图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我现在点到这里 然后按一下ESA 那么这条粗的曲线 正态分布曲线就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 然后我直接还是按照刚才的方式 我给它复制一份 然后做旋转 然后把它直接 稍等 有点快 我找到这条线 好嘞 我给它找到这里 好嘞 那接着我把这两个图形 然后进行一下组合 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的所有的线你都在这里做 比如说我们这里 我们用一条横线 然后设定一下它的格式 它的粗细还是2.25 然后它的轮廓是红色 然后接下来一个基本上挨着的一条曲线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画它的这个这几条Sigma的线 那么这几条Sigma的线呢 我们可以做的跟上面一模一样 我们怎么办呢 首先是我们把这个 我们还是为了简化 我们先把直线设成模型线条 因为下边我们几乎都在画直线 那么我插入我的形状 那么我这时候插入直线形状 然后我就开始画这些直线 这个时候 它 我只要保证它是直线就可以了 它是实线和虚线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我一点一点的 因为它是对称的线吧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一点一点的进行设定 其实你发现原图也是有瑕疵的 原图并没有那么的正 然后接着一点一点来 我们的其实office里边的这个画图 尤其是画这种图表的功能 其实现在变得非常的强大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线都给它选上 选完了以后 我们给它把格式设定成虚线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这个图形已经画的差不多了 我把这个背景图给它画到后面去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画这个上面的这部分线 上面这部分线怎么画呢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效的工具 叫做箭头 好的我们的箭头怎么画呢 我们就完全抄它的吧 它是一个双向的十的箭头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 然后下边一条线 我们给它做到这里 然后 看来这样不行 好吧 那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 我们做一条 实现吧 直接用这个尻过去 感觉这个办法好笨哦 如果有大家有谁知道更快的办法也可以告诉我 然后接着 我做这种图的规律是 我几乎就是 每同一类的线我一起画 然后尽量让它有规律 因为PPT最近它的所有的图都变得很有这个这个对齐的功能做的很强大 然后我把这三条线做的差不多 接着 我插入一下箭头 也就直接用向下的箭头就好了 然后它有一个直接拉动的一个功能 下边拉到底下 然后这里 同样的 因为你的形状都是复制粘贴的 你会知道你的箭头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并不需要特意的去调整这个箭头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标一些数值了 就是9.72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插入文本框 我们今天给做完了以后 志华姐姐就直接直接靠直接改改图形就可以了 就是9.72 然后接改改图形颜色就可以了 就是9.72 95.44 然后接着 我记得是65% 68.26% 68.26 好嘞 然后接着就是底下的这些值了 然后-3sigma 这些值我都给它统一改成红色吧 不用红色看起来好难受啊 不用统一的颜色 好的 好的 -3 然后插入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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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用 应该有希腊语 然后-3sigma 然后直接插入 关闭就行了 然后-3sigma -2sigma -2sigma 然后-2sigma 这个数 plugin 这里s unquote 副的sigma 然后我们还忘了画一条线 e 定切 哪一条线呢 中间这条线 好嘞那我就直接画这条线 因为我知道这就是一条虚线 我直接给它拖过来放在中间 完美 接着就是 不要那么调皮嘛 0 然后 我这个东西的位置好像不太对 -Sigma 然后 -2Sigma 然后这个的高度好像也不太对 好找到 找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我接着把它找到 接着这里是正处 我把三个的符号都去掉 OK 好了 我给它保存一下 我直接保存在这台电脑的桌面上吧 叫做图 智华姐姐 其实是智华妹的 只不过表示尊称而已 好了 那这个图就给它做完了 然后 底下的这些今天晚上太累了 我就 偷懒不飙了 OK 那就顺便录个屏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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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